2009年1月份,在广州市天河区新唐的储租屋里,一位23岁的妙邻女子离奇死亡,身上的衣服、家中财物都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经过警方调查,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那就是死者的男友陈卓浩。 之后,警方立即将她逮捕归案。 2012年,法院一审判决陈卓浩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陈卓浩不服上诉,从审仍是死缓。 然而,在2015年,二审却判期无罪释放。 入狱六年,最后竟无罪释放了。 案件为何如此一波三折? 他真的是无辜的吗? 那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 2019年1月15日下午,陈卓浩发现女友张璐两天都没跟自己联系来, 于是便和好友杨帆一起来到张璐的住处寻找。 可两人敲了半天的门都没人应声。 陈卓浩情急之下,用张璐之前给他的钥匙打开了门。 门开以后,陈卓浩看见张璐在床上朝墙侧躺着,被子还严实地盖到了下巴, 怀里抱着他最喜欢的玩具熊。 陈卓浩以为他是睡着了,便准备走过去拍醒他。 但是忽然,陈卓浩一下子惊坐在地上,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 杨帆不明所以,陈卓浩只了指躺在床上的张璐。 杨帆走近一看,不由得也被吓了一大条。 此时张璐早已没有了呼吸,嘴唇发黑,紧闭着。 杨帆很快回过神来,先安慰了陈卓浩两句, 然后飞快地跑到楼下,用自己的手机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居的民警便赶过来了, 他们封锁了现场并进行了调查取证。 而陈卓浩和杨帆作为第一目击者,自然也被带回询问。 警方对现场调查后发现,张璐出租屋的门锁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 阳台也是封闭状态。 张璐本人是因为口鼻被捂,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而且体内含有安定的成分。 警方还对现场周边进行了调查, 由于附近没有监控设施,也没有人能够提供有效的线索, 所以无法直接锁定嫌疑人。 但是警方在被带回去询问的陈卓浩身上发现了竹丝马迹。 2009年,陈卓浩大学刚刚毕业,意气风发。 他没有选择回到老家广东雷州, 而是想在广州扎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开拓自己的人生。 可是新生活还没开始,自己的女朋友却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储租屋里, 这让他十分悲痛,对新生活也丧失了拼搏的力气。 警方询问过程中,陈卓浩也是满脸泪水。 据他说,他们两个是在一次老乡会上认识的。 张璐性格开朗活泼,他自己则是比较沉稳内敛,两个人一见钟情。 虽然去年11月底时,两人已经分手,但他们之间仍然保持得亲密的来往。 就在案发前两天,两人还一起吃过饭。 2009年1月13日傍晚,张璐买好了菜来到陈卓浩的出渡屋, 屋里还有另一个人,叫杨帆,是从老家过来,暂时住在陈卓浩家里的。 三人吃完晚饭后,陈卓浩就去厨房收拾来, 而杨帆则在房间里打游戏,张璐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 十点钟的时候,张璐说想洗个澡,但陈卓浩家里没有热水, 张璐忽然就不高兴了,拿起包就往外走。 陈卓浩赶紧追了出来,一路把他送了回去。 警方听到这里,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陈卓浩不仅有张璐家里的钥匙,两人之间应该还发生过争吵, 所以便去陈卓浩的家里进行了搜查。 这一搜查,终于发现了关键的线索。 警方在陈卓浩的家里发现了张璐的胯包, 包里边有手机、银行卡等私人物品。 早在1月13日张璐回家时,包已经被拿走了, 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陈卓浩的家里吗? 难道真正的凶手就是陈卓浩吗? 2009年2月24日,此时距离张璐死亡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案情没有任何的进展。 早上8点多,陈卓浩刚起床,警方就冲了进来, 称他涉嫌故意杀人,现在需要被带回审问, 高阔跟他住在一起的杨帆也一并带回。 奇怪的事情也是从这里发生的。 在这次拘留之前,警方曾前后三次对陈卓浩进行过笔录, 他都失口否认自己杀人。 而这一次被警方带走,他竟然突然认罪了, 交代出第一份有罪的供述。 根据陈卓浩的描述, 1月13日晚上,也就是发现张璐死亡的前两天, 在他家吃完晚饭后送张璐回了家。 就在他转身准备回家时, 张璐突然说要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朋友家洗澡。 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距离又那么远, 陈卓浩担心他的安全,便劝说他不要去玩。 没想到张璐就这个话题跟他吵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 张璐吵着吵着,又说他没有正经工作, 看着就让人生气。 陈卓浩怕邻居听见他们的争吵, 又一时恼怒,便用手捂住张璐的口鼻, 推嗓到了床上, 直到张璐不再挣扎,他才松了手。 不知道是清醒过来,内心有所愧疚, 还是出于什么原因。 陈卓浩还是把张璐最爱的布偶熊 放到他的胸前,还手抱住, 并给张璐盖好了被子。 做完这一切,大概晚上11点30分左右, 陈卓浩用张璐的手机给自己留在住处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是要不要出来吃叶香。 在家的杨帆以为是陈卓浩发给他的, 便回了信息,说不去。 之后,陈卓浩拿上张璐的手机以及挎包离开来, 在走之前,他还用钥匙把门锁上来。 至于杨帆,前几次许问中, 他都说陈卓浩是在凌晨才回来的, 后来一直在玩游戏,四五点钟才睡觉。 而且在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的前两天, 也就是1月11号。 当时陈卓浩因张璐睡不好觉, 还让杨帆和他一起到天河区新唐街的卫生服务中心 开了十片安定药。 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指向了陈卓浩, 而且他本人也做出了四份有罪的供述。 12月底,陈卓浩被起诉至法院。 2012年1月10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陈卓浩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案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不仅没有结束, 甚至出现了大反转。 就在一审判决后, 陈卓浩竟然翻供, 并向法院提出上诉, 称自己没有杀人。 此外,他还说出了另一个让人震惊的信息, 他之所以突然承认自己杀人, 是因为受到了侦察人员逼迫才前赐的。 难道说, 执法人员做出了刑讯逼供这样的事情吗? 2013年9月14日, 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远判, 发回重审。 在第二次重审中, 法院着重对陈卓浩的四次有罪供述, 做了认真审查。 第一次的有罪供述是在2009年2月25号, 也就是张璐死亡的一个月后, 陈卓浩从家里被天河警方带走。 陈卓浩说, 警方的侦察员将他带走之后, 并没有立即把他送到看守所, 而是关押在了天河刑警队的一间小屋子里, 进行了刑讯逼供。 自己不承认, 他们就扯着头发打他的耳光, 还威胁他不承认就走不出这个门, 最后死了的话, 就会被当作是畏罪自杀, 案子也照样破。 为了保住性命, 他不得不认罪, 但是他没有做, 所以杀人过程是说不出来的, 那都是他们编好了的。 案件庭审期间, 天河警方的多名侦察员都曾出庭作证, 他们表示, 他们从来都没有对陈卓浩刑讯逼供过, 都是依法依规的审问。 至于陈卓浩说到的殴打问题, 从当时陈卓浩在看守所的健康体检报告来看, 一切正常, 并没有任何的外伤。 2014年8月12号, 广州中院做出重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陈卓浩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维持一审, 依法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陈卓浩对这个判决仍然不服, 在律师的帮助下, 发现了关键证据中的一个漏洞, 并重新提出了上诉。 2015年5月18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 根据陈卓浩律师所提出的, 两份有罪供述的笔录高度雷同的关键线索, 法院着重审查了这两份笔录。 从东发现, 陈卓浩在2009年3月2号和4月7号正两次的笔录中, 关于陈卓浩实施沙海张禄关键情节的供述, 有签字的笔录高度雷同, 竟然连日期写错的地方也都一样。 陈卓浩送张禄回去的时间是1月14号, 笔录中写的是3月14号。 陈卓浩发现张禄死亡的时间是1月15号, 可笔录中却写的是3月15号。 两次笔录间隔时间将近一个月, 可日期错误的地方竟然是一模一样。 当检查人员询问记录人员,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高度雷同, 甚至连笔录都一样时? 记录人员却回答自己只是负责记录, 别人说什么他就记什么, 即便是有一样的地方也很正常。 可是在检方看来, 记录人员的回答明显不符合常理, 笔录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 就是刚问过再问, 笔录内容也不可能如此地想想。 这反倒印证了陈卓浩提出的 侦察人员事先告诉他怎么说, 写好了笔录让他签字这样的说法。 因此, 口供只是侦察人员对案情的判断甚至是异断, 不具备证据应该有的客观性、 合法性的特征, 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证据, 予以排除。 另外, 对于陈卓浩所提出的健康体检报告上的签名 并不是他本人亲自签的。 法院让专家进行了笔记鉴定, 专家最终确认, 健康报告中的签名并不是陈卓浩本人所签。 案件重新审查, 法庭着重审查了此案中的关键证据问题, 除笔录不被抬用外, 又发现了关键证据的可疑之处。 案件中的另一关键证据, 就是在陈卓浩家中搜查所发现的张鹿私人物品。 陈卓浩说, 之所以他家户有张鹿的挎包, 是因为包脏了, 是张鹿要求他带回去洗的。 并且陈卓浩的律师认为, 这次搜查是属于无证搜查。 经过法院审查, 发现搜查证上显示的搜查日期是2009年2月24号, 但被搜查人陈卓浩在搜查证上签署的日期却是10月16号, 两个日期相差了七个多月。 这就说明, 当时确实属于无证搜查, 搜查证是后来补办的。 参与当时搜查的一个人员称, 时间太久了, 他也记不清楚搜查时有没有出使搜查证了, 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不出事。 但是, 法律明确规定, 只有在有搜查证的前提下才能搜查, 没有搜查证的行为属于不合法的行为。 经过法庭认真商讨, 认为他的证词不能作为搜查日期和签署日期不一样的原因, 所以, 四次搜查是无证搜查, 不具备参考价值。 当法庭要求当时目击现场的杨帆出庭作证时, 杨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警方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原本的证据被一一否认, 经过广东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认为案件存在非法搜查, 伪遭证书等问题。 原来法院所采用的证据, 已经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 因此无法证明被告陈卓浩就是杀害张璐的凶手。 2015年10月30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 被告人陈卓浩无罪释放。 虽然陈卓浩被定为无罪, 但案件中仍然存在几个解释不通的现象。 陈卓浩十点多钟就把张璐送了回去, 可是凌晨才回家, 那中间这几个小时, 他到底去干什么了? 杨帆作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朋友, 又第一时间目睹了现场, 可做完口供之后却无踪迹可循, 他究竟为何消失, 连公安机关都找不到他呢。 根据案发现场的发现, 门锁没有被破坏, 那说明凶手极有可能是有钥匙的。 而且在案情公布中也并未说明, 张璐是自己吃的安眠药, 还是被下药的。 陈卓浩在狱中度过了六年, 终于重获新生。 他被释放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配了一副新的眼镜。 他说,之前的已经不适合他来。 事到如今, 张璐的父母依然坚持陈卓浩是杀害他们女儿的凶手, 只是警方调查的过程太粗糙, 没有通过法庭的审查, 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他们希望能够重启案件的调查, 还女儿一个公道。 可是案件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还会出现新的转机吗? 如果嫌疑最大的陈卓浩都洗清了嫌疑, 那么杀害张璐的凶手, 究竟还会是谁呢? 第二个案件 案发现场的字条 1992年, 湖北花季少女进城当晚惨死, 现场只留下一张字条。 警方追凶27年, 终将其逮捕, 可凶手却称这只是一场误会。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起命案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被害女孩名叫小玲, 她从小跟父母、 哥哥住在湖南常德, 她懂事、乖巧、 学习也很好, 深得一家人的宠爱。 由于小玲家庭贫困, 她哥哥很早就进城打工, 供家里的开销跟她的学费。 小玲是全家的希望, 她的父母为了给她攒学费, 多年来省吃俭用, 终于攒够了她大学的学费, 全家人都盼望着她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1992年的一次暑假, 16岁的小玲生平第一次来到湖北京门找哥哥玩, 如果她的父母知道她会遇到什么, 一定不会让她出来的。 小玲出来乍到, 谁都不认识, 而她的哥哥和同事住在宿舍, 不方便让小玲居住。 小玲哥哥的同事小韩提议, 小玲可以住在她女朋友小型的宿舍, 于是小玲便借住在小型的宿舍里。 然而, 就在小玲住进小型宿舍的当天晚上, 当小型的朋友来到小型的宿舍时, 却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魂不附体。 小型的朋友看到, 宿舍里躺着一个女孩, 头下面全都是血, 她跌跌撞撞地跑到门外喊人。 宿管听到喊声立刻跑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后, 惊慌之鱼赶紧报了警。 警方在接警后, 马上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这个案子比想象中还要棘手。 通过现场勘察, 警方发现, 小玲在宿舍西北角的一张床上, 头下边都是血。 床边不远处有一根长度在60厘米左右的空心钢管。 这根空心钢管一头有凝固的血迹, 警方推测这根钢管就是凶器, 随后将小玲的遗体送去法医部门检查。 法医检查也证实了警方的推测。 法医的结果显示, 小玲左侧太阳穴有移除致命伤, 伤口的范围有9厘米, 伤口里残留有钢管的嗅迹, 而且伤口的深度和横截面与钢管吻合。 与此同时, 警方提取小玲的血液和钢管上面残留的血迹进行了比对, 确定就是小玲的血迹。 警方初步认为, 凶手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很可能跟小玲有仇。 当小玲的哥哥向警方说明实情后, 警方的仇杀推测被推翻, 毕竟小玲到这里才一天, 不可能跟别人结仇。 此时, 小玲的父母也从老家赶来, 小玲的哥哥怕父母伤心过度, 没有告诉他们小玲去世的事。 他们直到见到小玲的遗体后, 这才知道女儿已经去世了。 小玲的父母伤心地坐在地上, 看着眼前女儿的遗体, 嚎啕大哭。 小玲的哥哥也产生了深深的自责, 要是他能为小玲找到别的地方安置, 小玲也就不会丧命了。 这时警方推测, 很可能是小玲哥哥的仇家, 想借此伤害小玲来报复他。 可是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小玲的哥哥性情温和, 从来不跟别人发生矛盾。 此外, 小玲到金门的时间, 只有小韩、小刑和小玲的哥哥三个人知道。 这三个人不是没有坐案动机, 就是没有坐案时间。 由此看来, 小玲不是被自己的仇人杀害, 也不是被他哥哥的仇人杀害。 这时, 警方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凶手很可能是随机偷窃、 抢劫, 或者是什么别的意图。 然而, 警方通过走访发现, 宿舍楼内没有任何财务损失, 甚至宿舍楼附近, 不仅没有可疑人员出入, 还没有人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 凶手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宿舍, 可见他非常熟悉宿舍楼的环境。 可当时行侦技术有限, 设想头也没几个, 案发现场附近难以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此时, 警方决定充分瞻插案发现场,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 经过警方的认真寻找, 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张字条, 字条上边的字迹很随意, 主要是告别一个叫梅子的人, 但字条上的信息 却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字条不仅表达了笔者不忍心杀梅子, 还让梅子永远记得笔者, 诺款处只有一个, 胡字。 这时, 警方将目光转移到小刑的身上, 毕竟, 他才是案发宿舍的主人, 只是在小林来的当天不在宿舍, 在工作单位上班。 警方找来小刑后, 小刑向警方坦白, 他的小名就叫梅子, 字条上的字像是小胡写的, 而小胡是他的前男友, 但他从来没见过这张字条。 正是因为小刑没见过字条, 警方推断出, 很可能是小刑不在的时候, 也就是小林住进来的当天, 小胡留下的。 警方由此推测, 小胡是犯罪嫌疑人, 可他是小刑的前男友, 即便他跟小刑有矛盾, 也没有理由迁怒于无辜的小林了。 为了搞清楚小胡有没有杀人动机, 警方对小胡的身份展开了调查。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小胡并不是社会闲散人员, 而是一位有正式编制的老师, 在当地一所职业中学任职。 不仅如此, 小胡高考时的分数远超重点大学的分数线, 上重点大学毫无压力, 只是由于身体原因, 才选择了一家离家近的师范学校。 小胡从师范学校毕业后, 就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 金门市一所职业学校。 警方不敢相信, 小胡作为高材生前突一片光明, 会做出杀人的事情。 但小胡案发后的举动 还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小胡就在案发后突然从学校消失了, 和同事也失去了联系, 甚至可以从他留下的物品看出 他走得很匆忙。 为了找到小胡, 警方立刻组织金干的侦查力量, 成立了专案小组, 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一体警力在火车站等地做出部署, 在收费站等关卡拦截可疑人员。 而另一体警力已经赶到 小胡的老家湖北汉川布置人力, 对小胡的家属和朋友展开控制。 与此同时, 金门警方已经发布了通缉令, 在全国范围内对小胡展开搜寻工作, 但是案情没有获得明显进展。 一转眼, 27年过去了, 小林的父母在不断地变老, 可他们再也看不到女儿长大, 见不到女儿甜甜的笑容。 小林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16岁。 小林的父母常常会看小林生前的照片, 每次看到照片, 内心都充满了煎熬, 一想起小林, 他们就彻夜难眠。 小林的父母并不知道, 警方多年来仍在不懈地努力, 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捕嫌疑人, 小胡。 肥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名单做出整理, 在网上列出追捕名单, 各地警方会重点关注名单上的可疑人员, 小胡就在集中。 2019年, 警方接到一条重要消息, 是来自上海市公安部门。 警方经过深度研究好判断, 发现一名来自四川德阳的男子, 刘文胜。 他的信息和在逃人员小胡相似度很高。 做出了初步的判断后, 金门市警方连夜查出刘文胜的住处, 在他的楼下等待。 然而, 警方当天晚上发现, 刘文胜家有个奇怪的现象。 警方明显看出, 刘文胜家不仅晚上灯光较弱, 刘文胜白天还很少出门, 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由于刘文胜很少外出, 警方决定潜入刘文胜家中, 将他控制并且抓获。 当警方继续在楼下蹲守时, 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让他们改变了抓捕计划。 这个人就是刘文胜的女儿。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 他经常在小区外的一家网吧通宵上网, 早上才回家。 在警方蹲守的第三天早上, 刘文胜的女儿从网吧出来, 往家里走。 警方趁急跟踪刘文胜的女儿, 当他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警方突然从后面冲出来, 进入刘文胜的家里。 然而,当警方进入刘文胜家时, 却发现他淡定地躺在床上, 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 当警方把他带到金门时, 刘文胜大方地表示, 他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会向警方如实交代的。 刘文胜接受审讯时, 向警方承认他就是小胡, 并且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小胡家里经济困难, 总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因此他拼命地读书, 在其他人都结婚生子的时候, 他的感情经历还是一片空白。 小胡在当老师的那段时间里, 小行刚好是他班里的学生。 虽然小行上课不听讲, 也不看黑板, 但他总是两眼放光地看着小胡。 这让小胡感到意外的同时, 却觉得小行很特别。 不仅如此, 他还渐渐对小行产生了好感。 起初小胡虽然动心, 但也很犹豫, 一直没有对小行做出回应。 可小胡作为小行的老师, 免不了要经常见面, 他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 不顾众人的反对, 依然跟小行发展成为恋人。 当时小行家境良好, 小胡家庭贫困, 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小行为了让父母能够同意他跟小胡在一起, 甚至吞下安眠药以死相逼, 他被父母发现后赶紧送到医院才抢救了回来。 但由于安眠药的副作用, 小行在洗胃后的一个月里, 神志还是常常有些不清楚, 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 父母心疼他, 最终只能同意他跟小胡在一起。 小胡也是由此决定, 要用尽毕生的精力, 好好地珍惜小行。 从那时起, 他就打算跟小行结婚, 但没想到后来发生了变故。 几年之后, 小行毕业开始找工作, 遇到了一个对他很好的同事, 这让小胡产生了警惕。 小胡多次向小行询问, 最终得知, 小行口中的那名同事叫做小韩, 性格乐观开朗, 乐于助人。 此时小胡意识到, 他和小行之间的感情受到了威胁。 当小胡问小行是不是喜欢小韩时, 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表示, 但他从小行的反应中看出, 他已经对小韩动心了。 小胡察觉到小行移轻别恋后, 内心是既愤怒又委屈。 他想到, 当初他们不顾众人的反对也要在一起, 可小行现在却中途变了心。 眼看双方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这时小行却对小胡越来越冷淡, 好几天都没有来见小胡。 小胡不甘心他深爱着的人跟别人跑了, 决定有所行动挽回他们的爱情, 于是他来到小行的工作单位, 而他来到小行单位后的经历, 也让他的心凉了一大截。 小胡在小行的宿舍附近交继地等待, 可小行一直到下班都没有回宿舍, 甚至深夜了还是没有回来。 而小胡足足等了三天才见到小行。 他看到小行和小韩手挽着手回来时,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 立刻冲上去, 跟小行大吵了一架。 而小行还火上浇油, 干脆直接跟小胡提出了分手。 小胡当时心灰意朗, 他没想到曾经拼了性命 也要跟他在一起的小行, 会因为另一个男人背叛他。 这时小胡体会到, 就连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 都没有真感情。 他满怀的痛苦和绝望, 怎么都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甚至对小行因爱生恨。 小胡为了平复悲愤的心情, 想要告诉小行, 然后离开金门这个伤心之地。 案发当晚, 小胡走进小行的宿舍, 他看到床上的衣服是小行的, 就以为床上躺着的就是小行。 于是他将纸条放在抽屉里后, 小胡直接对躺在床上的小铃下了手。 当小铃受到伤害, 发出声音后, 小胡才意识到他杀错人了。 当时小铃只是受了伤, 还不足以致命, 可这时门外却传来了脚步声。 小胡紧张地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害怕小铃的叫声引来人, 他的行踪会暴露, 于是对小铃做出了致命的一击。 后来, 小胡离开了他任职的学校。 由于当时的身份证上没有心填, 他找人伪造了假的身份证。 小胡拿着假的身份证生活, 并且结婚生下了女儿。 可是近年来, 身份证上有了心填, 小胡寸步难行, 待在家里全靠妻子养活。 再加上, 他始终活在杀人的阴影里, 易怒、暴躁, 也无暇教育女儿。 警方捉拿小胡归案后, 54岁的小胡反而如释重负, 根据我国的法律, 故意杀人罪情节严重地判处死刑。 小胡潜涛27年, 他不仅从没停止内心的煎熬, 还最终没能躲过法律的制裁。 法律对每个人民的生命负责, 案件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 犯罪嫌疑人最终还是归案, 小林的在天之灵, 也能得到告慰来。 遇到任何仇恨都不是犯罪的理由, 小胡明知杀错了人, 却还要一错再错, 为了不被发现, 甚至不惜杀害无辜的生命。 一旦触及法律, 应该及时向警方自首, 可小胡犯罪后没有选择自首, 而是选择了逃跑, 可逃亡带给他的, 只有无尽的绝望。 。